13年前 海青主演的电视剧《窝居》围绕房价热等社会热点问题 开播仅4天就创下了收视新高 成为爆款剧 海青也凭借窝居成功入围白玉兰事后的竞争 13年后 海青再次聚焦买房热点携新剧《新居》走来 这次海青的表现让观众再次看到了入圈22年轻易的表演水准 《新居》在讲上海 却没有过度地展现上海的现代化和繁荣 更多地聚焦在买房这件上海人永远逃不开的话题 海青饰演的外地弟媳妇冯小琴和童谣饰饰演的大姑姐顾清瑜 一个渴望在本地安家立面 一个确实上还本地的金庸女性 两人因为生活环境和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对立 而在现实中 国民媳妇海青搭档新进事后童谣 两个人同态打类 他们的演技也势必会放在一起比较 大姑子和弟媳的狗血戏码 观众百看不厌 在家庭聚会上 沐青领用被弟弟借钱之后 仔细地观察对方的表情 随后将目光转向弟媳妇冯小琴 眼神中充满了探究和审视 冷静思索片刻后 便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不好意思啊 可能不行 将角色的精灵感 时刻打亮着每个人的用意 外表看似不易接近的精英类型 被他由内而外地刻画了出来 而海青饰演的冯小琴 则是每天穿梭在炒闹的菜市场里 买了一袋菜 还得顺着人家一大口 拿把葱走啊 你拿这么多啊 一个习惯性占点小便宜 能省则省的形象就立住了 虽是满满的烟火气 但两人价值观的不同也注定会发生不少的矛盾 既然站在一起 必然会有对比 既然有对比 必然会有用意 顾雷好 全家人都好 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只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眼惯了精英女强人的白玉兰心进事后童谣 在剧中的表现 却直接被海青吊打 好似刚出道的演技小花 哭戏都哭不出来 这是一场顾雷死后冯小琴与胡青鱼吵架的戏 冯小琴因为丈夫的去世 准备追究邻居的责任 却被顾雷说是为了钱 小琴我想问你一下 你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讨论说法 还是为了赔偿 当顾雷把顾雷的死亡全部规则于冯小琴的手势 她隐忍多年的情绪终于爆发 几点剧烈的情绪举止 控制不住的颤抖 海青已经把情绪抬到了如此高度 童谣只有表现的更强势才能接住戏 然而 镜头一转 顾雷却眼神怒怒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表现 即使我们不把海青和童谣放在一起 单看童谣个人的表现 我也只能说一句 眼济麻麻 面对弟弟的离世 顾青鱼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哭诉 她眼神空洞 呆呆地说辞 情绪没有任何起伏 为了极力表现自己的悲伤 她捂住了自己的脸庞 嘴角哭成emoji 可她却舍不得为死去的弟弟流下一滴眼泪 一分钟的静静镜头 她逼着眼 捂着脸 低下头 丝毫感受不到悲伤的氛围 更别提进入到剧情里了 即使不站在海青面前 童谣的这个演技 也会让人不自觉怀疑白玉兰事后的韩金亮 反观海青个人的表现 她的演技惊得起细细推敲 面对丈夫突然离世 站在手术室外的冯晓芹满是不安 医生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抱歉 听到这句话的冯晓芹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亮相的后退一步 没有一句台词 没有一滴眼泪 观众却能感受到她满目的无助与痛苦 去年 童谣凭借三十二倚的顾佳一角 打败了妮妮 热衣渣 谭松韵 严妮 成为白玉兰事后 而今却贡献了如此平淡的演技 实在不能让人接受 仔细盘点童谣过往的作品 我们发现 童谣得奖也许不是演技好 可能只是角色好 三十二倚中的顾佳是一个完美人设 高智商 高情商 尚得厅堂下的厨房 既能主外 又能安内 相比永远活在温室里的钟小琴 以及在大城市拼命奔波的社畜王曼妮相比 顾佳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成就 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所羡慕的程度 此外 童谣在《大江大河》中饰演的宋运萍 也是人设爆红的角色 宋运萍一出场给人的感觉就是 善良温柔 温柔的笑容 温婉的气质 极易让人对这样一个女孩抱有好感 淘喜的人设 剧本的加持 也让童谣凭借此诀 成功获得了精英奖最佳女演员奖 与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同样 这次新剧中 顾清瑜相比海青饰演的冯小琴 也是一个完美人设 都市白领 公司高管 美丽自信 饰演心极强的精英女性 非常符合现代大众的口味 而冯小琴则是一个家庭主妇 每天操心的只有家庭琐事 以及什么时候可以买房子 即使如此 海青在这部剧中的演技 也完全吊打了童谣 这个曾以专业课第一名成绩 考入中系的学生 在毕业后也出演了一些不错的苦悲剧 比如《民兵感儿战》中 敢爱敢恨的村长女儿梦喜子 后妈许多多中的女编剧许多多 在童谣往十例演员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 2019年10月 她和资本投资人王冉结婚了 婚后衣食无忧的她 或许在演戏上的追求没那么强烈了 递给她的剧本也全是讨喜的人设 大成本的制作雄厚的团队 然而既然还出来拍戏 就要对得起这份职业 《白玉兰》事后只属于过去 当选择变多 自己的话语权越强的时候 就应该仔细雕磨演技 观众买单的永远是当下的每一部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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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